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分享手术 什么叫手术呢 原来手术是属于西方医疗的一个系 叫做外科 在这个西方医疗里面 我们有内科 就是看所有内状的东西 我们有外科就是做手术 我们有疑科就是看小蚊子 我们有妇产科就是看女人 和生孩子的 我们有骨科是看骨头的 我们有眼科是看眼睛 一般是眼耳口鼻 几样一起看的 但是眼科是专一点 专来看眼 然后耳鼻喉科 就看耳鼻喉的 所以我们分得很小的 在手术里面 就是属于外科的 有些东西是必须要用外科 用手术去割的 比如我们说手术里面 有些叫做大手术 在古时的时候 就是比较以前一些的 大手术就所有的手术 是接触到我们的腹部的 肚皮的都叫做大手术 所以虽然我们开一个盲腸 我们都属于大手术 但是盲腸是大手术里面的小手术 但是如果什么叫小手术 就是离开了我们腹部的 就好像我们割手 手里面有个扭 或者我们有小小的骨折 骨折了要把它薄回去 所以这些就叫做小手术 做手术的时候 就必须要有麻醉 一般麻醉是分三种的 一个叫局部麻醉 就好像如果你割牙的时候 就是医生就可能 就在你的牙床那里 就放一个local 就是小小的止痛的药 放了这个表面的止痛药之后 然后过了一两分钟的时候 它再用针打这些止痛药的时候 你就觉得没那么痛 这些就叫局部麻醉 第二种叫半身麻醉 半身麻醉的多数可能是生BB 我们不需要它全部是半身的麻醉 就在脊椎那里打一支针下去的时候 在脊椎打了一支针的时候 下体全部都是麻了的了 特别是脚 所以那些医生打完了脊椎的麻醉针之后 就会用针来试一下 它有没有痛 用针刺它 脚那里有没有感觉 有没有痛 但是人是清醒的 如果是否福产子的那些 肚皮也是麻了的了 可以听到医生聊天 听到医生说话 以及医生和你也可以有沟通 甚至是麻醉医生 就算做这个本身麻醉也好 麻醉医生必须要在当手术的时候 和这个手术科医生在一起 他做完手术 医生离开了 麻醉医生都不可以离开 因为他一定要将病人送到康复室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叫半身麻醉 局部麻醉就完全是不知道的 这个局部来说半身到全身麻醉 这个全身麻醉一般是打这个血管针 当这个血管针打了下去的时候 那个人就完全没有了感觉 没有了感觉的时候 这个时候所有的全身麻醉的病人 都要插猴 因为他麻醉了的时候 有时麻醉针是将神经液压的 由于神经液压的时候 病人可以不懂呼吸的 所以医生就必须要在喉咙里面 放一条喉咙里面 然后就接着这个氧气筒 然后就会和他呼吸 这样来擠氧气给他 让他一呼一吸 一呼一吸 这样 全身麻醉 人完全失去了知觉 是不知道人家医生在说什么 医生也不可以和你沟通 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来说 做这个手术的时候 都有几个步骤 首先你决定要做这个手术 就必须要和你家人商量 你家人商量了之后 有些家人就说 看到一个医生好一点 所以做一个超聪明的消费者 可能你会去找第二个意见 看看是怎么样 我还记得我读护士的时候 那时候还是护士学生 第一年 18岁 在读护士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 他是19岁的 但是他已经做工了 他就在港华医院 就查到他有大肠癌 很年轻 我第一个癌症病人 他不相信 我才19岁而已 有什么理由得大肠癌 他不相信的时候 所以他家人就带他来到 全安港安医院 就去做第二个意见 他来到的时候 我们的医生和他检查 是证实他有大肠癌 他就喜欢我们医院多一点 那么他就决定在我们医院那里 就做这个手术了 做手术之前 是必须要签纸的 就是说你 愿意 把这个手术 给这个医生做 在这个手术签纸的 纸上面 有讲到有些可能的病发症 比如做手术的时候 可能大出血 做手术的时候 可能有其他的问题发生 但是这些 我们就说 签了卖身契 就是说 我们签了纸的时候 如果做手术的时候 大出血 或者生命 受了影响的时候 我们都不可以告医生 因为这个是开刀手术 其中一个病发症 那么你要同意他开刀 你签了名 还有个见证人要签名 一般的见证人 多数是护士 医生签名 你签名 然后就是护士 一个见证人签名 三个人签了名的时候 才是说 你要开刀 你签完名之后 今天世界里面 真的挺好的 他们就会有些 手术前的教育 很多医院都已经做了一些 小小的 这些教育的单章 在这单章里面 就告诉你 你这个病是什么病 做手术 是怎么样去做 做什么手术 是适合你的 然后就说了 手术前 要怎么样 手术后 又要怎么样 这样 我们讲到 这个教育里面 最简单的时候 是有三样东西的 就是第一 就是 开完刀之后 怎么去做深呼吸 因为 你开完刀之后 你伤口很痛 你不想呼吸的 特别你开的是 肚皮 或者是胸部 更加不想去呼吸 所以我们就会 这个手术 教育姑娘 就会来 用一个小枕头 教你怎么可以 抱着枕头的时候 你来深呼吸 那就没那么痛 如果不是的时候 你没有抱着枕头 不停呼吸的时候 伤口一鼓开的时候 哇 痛到归心 好像十指痛归心 很痛的 所以一定要懂得呼吸 而且要告诉你 手术之后 呼吸的重要 因为你经过 这个麻醉的时候 你肺部已经 没有什么做运动了 因为你的肺部 是靠着医生 用氧气袋 擠一些氧气给你 这样不是你自己的活动 所以 我们手术之后 要每一天 最好每两个小时 就做一次深呼吸 深呼吸的时候 将氧气吸进去的时候 血液增加循环 血液循环得好 就增加康复的速度 第二 就是痛的控制 割亲手都痛 三粒肺脂都痛 何况是这么长的伤口 特别我看到 做这些踏桥的病人的时候 哇 从胸口这里 破到去 肚致那里 然后呢 在脚又有很多伤口 因为他要从脚里面的 静脈 拿上来 就换了踏桥 去到这个心脏那里 去到这个心脏那里 哇 让你觉得真的有痛 有时 撕下 让你觉得有点痛 这样 就是说 从一到十 到底你的痛在哪里 如果你的痛是五六度的时候 那你说 已经五六度了 那如果到七八度 就一定要打针的了 一二度 不要紧要 一定有痛的了 两三度都可以忍受到 五六度都可能忍受到 但是过了六度的时候 那痛是不可以长期这样痛 所以我们打针的时候 或者吃药的时候 是将这个痛的 这个延续性 是将它斩了去 当它斩了去的时候 那你要重新来过 然后再等两三四个小时的时候 才感觉有这些痛 但我们也都鼓励病人 如果你可以忍受到的时候 你就尽量是忍受 那有些痛可以 跟我们本身的 这个松弛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如果你越紧张的时候 你的痛是越紧要的 所以我们说 当痛来的时候 你可以做些深呼吸 慢慢地深呼吸 对不对 那自己说 松弛 松弛这样 那只要你是睡着了的时候 那很多时候这些痛 就会远离你了 有时候痛得紧要痛醒的 对不对 所以痛的处理 是手术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病人一定要明白到 什么时候要打针 不是说有点点痛 姑娘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啊 什么时候能打针啊 如果你教育了他的时候 就不会有这些问题 因为他已经教育了的时候 就知道 什么时候 是需要 针药 什么时候需要打针 什么时候可以吃止痛药 病人自己知道的 如果你教育得他好的话 第三点 在这个手术前的教育里面 就要教病人 去做运动 所以病人一做完手术出来 第一件事 醒了的时候 我们已经开始 要他做这个深呼吸 那接着的时候 我们可能 四个小时之后 当他是 搬回去 这个普通病房 因为有些看你开什么刀 有些 是开很大的刀 譬如搭桥啊 或者是开了脑手术啊 甚至开了这个肝啊 胆啊 腎啊 这些这样的手术呢 可能要去家户病房的 家户病房的时候呢 就第一 一定要等你 先醒了 从这个全身麻醉 醒了 过来 有了意识 知道什么时候叫痛 什么叫不痛的时候呢 先去回你普通的病房 在家户病房里面呢 他有特别多的医生和姑娘 随时对你的帮助 所以我们就在家户病房里面 就休息 到你的血压正常 你的心跳正常 你的呼吸正常的时候 和你身体里面的 肤息是正常的时候呢 然后才转回去普通病房 因为你转回去普通病房的时候呢 去外科病房呢 可能一间房里面呢 有很多病人的 两三个 三四个 甚至五六个 但现在的病房呢 就比较人数少一点了 不像以前这样 一间大房 病人全部在这里 现在开始呢 是将它分开 是少数的病人 这样来 互来的 所以 我们一醒 去到普通病房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教病人呢 要深呼吸啦 然后呢 然后四个小时之后呢 回到自己病房的时候呢 普通病房呢 可能我们要它坐一坐的了 看它的情况 有时候呢 有时候你还吊着盐水的 但是呢 我们要它呢 在床边里面坐一坐 这样的时候 甚至呢 在床边呢 站一下 看看自己 有没有头云眼花 如果没有的时候呢 就在床边里面呢 可以走一两步 但是这些所有呢 医生是会写了一些的order的 不是说 你喜欢怎样就怎样的 那医生有些东西 你可以做到 但是说 有些东西要等一等 不像以前了 我在做护士的时候呢 就听到呢 一个老妈妈她说 哎哟 我年轻的时候 在上海开这个盲腸啊 我是一个礼拜都不用动的 一个礼拜后才来起床行的 我说 我说 啊啊啊太太啊 你那些呢 是在什么 三十年代 那个时候 四十年代那个时候 那些手术又很落后 那些病人开完刀呢 以为很大件事 但今天不是啊 我们一开完刀的时候呢 就尽量被病人移动 因为如果病人移动得快的时候呢 他伤口复原得快 因为如果你是移动得好的话呢 里面有些血水啊等等的东西呢 它会很容易流出来 如果你经常不移动的时候呢 在一个位置里面 躺在的时候呢 那些血水可能累积在那里 累积在那里 没有排出来的时候呢 令到人更加不舒服 所以今天我们的做外科手术的 第一件事就是 一开完刀之后 就立刻可能的时候呢 就即时给他有运动 运动得越快 血液循环得越好 他的复原的率呢 是越速 所以我们就说了 这个讲到教育是很重要 那我们在手术前一日 是应该怎样呢 手术前一日的时候呢 医生一定要跟你说 你什么时候要进来做手术 看一下这个是大刀 这个是小刀呢 如果小手术的时候呢 有时在门诊做 或者这个叫day care 就是日间的护理的地方来做 那很多日间护理的 来做的时候呢 就是这些小手术 比如呢 这个男性的结扎 或者是有些的 身体里面的肿瘤的 或者是这些手指啊 脚趾啊 有些什么畸形啊 需要是很简单的 那在这个日间医院 就可以全做了 不需要进去这个手术室的 那手术室里面呢 如果是要进手术室的时候呢 都是要在前一晚就进院的了 前一晚进院 他进来之前呢 一定要全做了 他们嫌血 看看你够不够血色素啦 因为如果你不够血色素的时候呢 在开刀的时候 可能还会出血的嘛 所以医生一定要预备 为你预备血的 那然后呢 就是要在睡之前呢 就开始呢 要禁食 因为开刀之前 一定要有六到八的小时 是空腹的 所以这个睡一觉的时候 水你可以喝到半夜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手术第二早的时候呢 在八点做的时候呢 就不可以吃东西的了 那如果开肠的手术的时候呢 就必须要有进来做灌肠 将那些腸呢 是洗干净 那开刀的时候呢 就没有那么容易感染了 那睡之前 医生可能会开些安眠药给你吃 让你可以松弛一下 有一晚的睡觉 如果不是的时候呢 你一路担心担心 可能整晚哩哩乱 都睡不到觉的时候呢 那对我们这个手术 开手术呢 没有那么好 所以一般医生都会开小小安眠的 那到这个手术的那一天了 手术那一天的时候呢 就会是有手术室的姑娘呢 是上来接你的 那上来接的时候呢 他一定查清楚 你的名字啦 你的年纪 你的性别啦 是不是这个人啦 做什么刀这样 开什么刀 那然后去到手术室的时候呢 他就会有医生 跟你开始吊盐水了 因为要做麻醉的时候呢 是需要吊盐水的嘛 所以跟你吊盐水的时候呢 然后就开始呢 就做他们的程序啦 他的程序的时候呢 去到手术科的时候呢 外科的时候呢 他一定在手术台上面呢 就要清洁的皮肤了 皮肤清洁了之后呢 全部都是无菌的 医生护士 他们全部都是要无菌 因为如果有菌的时候呢 就很容易呢 就影响到有发炎 所以呢 任何东西去到手术室里面 当他开刀的时候呢 全部都是无菌 全部都是经过消毒的 所以我就说了 这个手术 那做完手术呢 一出来呢 多数去加护病房啦 那看一下到你的 正话讲 我们的心跳 我们的呼吸 还有呢 我们的肤息等等 是正常的时候呢 我们就先回到普通病房 那手术后呢 他们也都要 好 小心这样来 看你 有没有痛的控制点啊 还有的伤口 因为伤口里面呢 现在的伤口呢 很多时候是不需要拆线的 他用钉书机 钉了一些东西下去的时候呢 他自己会吸收 他线呢 一共呢 是要连的时候呢 是有三层那么多的 第一层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的腹膜啦 将它连在一起啦 那第二层呢 就是那些肌肉啦 第三层才是皮的 那连三层的时候呢 那第一二层呢 完全不用拆线啦 因为他用的是猫的 那些腸线 当然啦 经过消毒啦 那然后就是看下 你那个表皮 有些是需要拆线的时候呢 就是用那些普通的那些线啦 我们就是讲到呢 那些棉啦 Cotton啦那些 但现在多数都是用夹夹的啦 打到夹夹去的时候呢 拆的时候很容易 伤口一般呢 是五到七日 就可以拆线的啦 如果需要的话 但是 第一次的伤口呢 一定是医生洗的 医生洗完了第一次伤口之后呢 第二次的时候呢 才到姑娘去洗 因为医生要知道 他做完这个手术 有没有红肿痛 有没有发炎的 这些这样的情况 所以他们会很小心 来看这个 是怎样的一回事 医生做完了之后了 看一下有时候呢 做完手术呢 都加了一条的 引流在那里的 那些引流呢 可能在这个腹内呢 有些的血水的滲出来啦 那这些全部要记录的 那要记录了它的时候呢 就知道这个是正常的情况啦 也许说不正常的情况啦 如果那个引流里面呢 完全是没有东西出来的话呢 可能这个引管呢 是塞住了都不顶的 那塞住了的时候呢 医生要去通了它的 然后才可以呢 将这些引流流出来 令到病人呢 没有那么多苦楚 那啊 每日在医院里面呢 一定会四个钟头 有人和你探热啊 拿血压啊 拿呼吸啊 等等这些东西的 这些是很正常的护理来的 那我们手术有些什么病发症呢 那手术的东西很难预料的 那当然呢 我们希望呢 各样东西都是平平安安啦 是不是 不一定是医疗事故 那当然呢 有医疗事故的时候呢 都有可能发生 但是医疗事故 我做过手术房 那么久呢 都没试过 是有这个医疗事故 为什么呢 我们开刀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数完我们的所有的仪器 多少个刀仔 多少个剪刀 多少个钳仔 我们全部数了的 数对的时候 然后呢 我们才可以和病人埋口 还有沙布也是 你开了多少包的沙布 他每一块沙布 你要挂在那里的 你数清楚 沙布全部出来了 所有的仪器 完全了 要两个人去数的 数完了之后说 全部数目对了 然后才医生 去逢个伤口 如果他说 有一样不见了一样东西的时候呢 怎么都要找到他出来 如果找不到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要照X光 看有没有 在病人的腹里面 肚里面 如果X光都没有的时候呢 那这样东西去了哪呢 可能最后都找到出来 都不顶的 因为我们在一个无菌的范围里面 是这么呆呆的 是不是 如果他摄在无菌和有菌中间 那可能你就看不到 所以一定要先照X光 没有了 因为我们所有的紫血布 沙布呢 完全是有X光敏感的 如果里面有块沙布的时候呢 你一照X光 全部是映到出来的 所以没有可能呢 是有这个医疗事故的 所以我们都很感谢主了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手术室 护士呢 都没有试过 有这些医疗事故 因为我们 大家合作得好 是不是 但是有些是控制不了的 突然之间大出血 这个真的是控制不了的 如果大出血的时候呢 或者突然之间做做 病的心脏停了了 这件事也是控制不了的 所以每一次 做手术的时候呢 都有他的病发症 是不是 都有他的危险之处 所以你便要签纸了 所以我们做这些 这样的手术的时候呢 不要因为 我说了这么多 这么突然害怕的东西的时候呢 你就说哎呀 不做了不做了 有些手术是必须要做的 好像你们盲腸炎啊 胆管炎啊这些 你要立刻做的 没错啦 如果有胆石啊 腎石的时候呢 你可以留下的 那么留到你自己觉得 正硬的时间就去做了 但如果当他发作的时候呢 胆管发炎的时候呢 那时候又不能做的 要等他烧了炎哦 那便更加痛苦了 如果既然有胆石 有胆石这些呢 虽然可以等 但都是最好呢 先做了他 那不需要等他有炎症的时候呢 再次来受这些炎症的痛苦 然后先来开这一刀 而且如果你预备好 来做手术的时候 你有这个心理准备的时候呢 永远都是比 没有心理准备呢 在精神上面是好很多的 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 这个手术呢 这个外科呢 希望你们能够学到一些的东西 在你人生里面 可以帮到你一点点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